梦中两次见到庄严的阿弥陀佛身下 请问会不会是母变现的 佛在大臣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 外面的境界没有福也没有母 父母都没有 是福是母是你心里头变现的 梦中见到你这个境界 你是用真诚恭敬心对他 他就是父母 你要是一邪思邪念念他 他就是父母 外头境界 这欧阅大师说得好啊 敬云也无好仇啊 好仇在于心 你看大臣教里讲多少 我们也都常常提到啊 佛将啊静随心转 我们的心是福心 没有一样不是福 一切众生都是福 我们的心要是魔心 魔心说贪嗔之满 自私自利 七情五欲 佛 菩萨都是母 你们为什么去拜佛 去烧香啊 听说佛门里头啊 布施供养啊 回报的很多 叫一本万利啊 我到佛门去拜佛 求烧香 是想求发财啊 我这你今天供养 你一块 明天有一万块回来啊 我是这个去拜佛的 佛菩萨都是母 佛法给我们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佛魔是在自己一念 正念是佛 邪念是母 觉悟是福 迷惑是母 亲近心是福 忍悟心是母 真诚心是福 虚伪心是母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佛与魔不要到外面去找了 所以有些境界现行 无论是在梦中 或是在镇中 或是在偶然机缘当中 你突然见到了 愣运经商 佛教导过 你见到不放在心上 就是好境界 如果你执着的时候呢 那都是魔境界 只要你在这个 见到的时候 或者梦中啊 你分别执着 那都是魔境界 不分别不执着 都是好境界 这是世尊在《论义经》上 教导我们的 是最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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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 对这事 是最后的事 感谢观看